9月19日,内地人气女艺人吴轩仪发布了一条微博称《波尔多和影》系列,并晒出了自己的九宫和美照。 此次吴轩仪现身法国波尔多,也令不少网友大赞美待她,快要被这个可爱的少女给圈粉了。 吴轩仪自从和孟美琪宣布退出,我见少女队之后就一直很少有动态了,这次现身异国街头心情状态,却看上去很好的样子,完全没有受到最近外界的那些留言影响,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们的山之大哥一同随行了呢? 从分享的照片当中,我们可以看到吴轩仪身穿一件黑色休闲外套搭配黑色短裤,穿着短靴的她一双大长腿,格外抢劲。 尤其是手捧着星巴克的样子,完全就是初恋少女的模样,引了不少网友纷纷感叹,不愧为郭敏女神啊。 当然,由于吴轩仪本身长相气质,就比较清纯阳光的原因,再加上自己这次打扮的又很有朝气,因此也被网友连连夸赞着颜值着身材,完全不输奶茶妹妹张泽天啊。 乍一看两个人还有点神似,毕竟这两人都是比较偏青春靓丽型的美女啊,不知道不知七美的刘强东看完,会是什么感受呢? 不过,吴轩仪确实很适合这种风格的打扮,手捧着奶茶的样子实在是太美了,就连女生都会被惊艳到了。 有网友建议下次吴轩仪可以考虑接一个奶茶的代言,最好是和周杰伦一起合作,那画面简直不能太美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